大家好 我们进入课文第一段的解说 Stressful challenges and situations are an unavoidable aspect of a daily life 充满压力的挑战和状况 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句 里面的 unavoidable 它原本的字根是 avoid 避免的意思 我们在字尾加上able 使它变成形容词 以及字首加了un 把它的文艺变成不可避免的 所以同学可以简单的记忆一下 我们在字尾做变化改变的是磁性 而在字首做变化多半改变的是文艺 接着我们来看到aspectal 它表示某事物的一部分 这边一句文艺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parts aspect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用parts来做代替 我们接着看到下一句 while some prefer to give up easily under stress others have the ability not only to maintain a balanced state of mind in these stressful situations but also to adapt and respond effectively 虽然有些人在压力下很容易轻易的放弃掉 但是有些人不仅有能力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之中 维持平衡的心态 maintain a balanced state of mind 此外他们还有能力可以去adapt and respond 適应还有回应 并且適应跟回应是非常effectively 非常有效的 我们来看到第二句的开头 这个while 请同学注意 while在这边它表示虽然的意思 这个虽然在这边它所带出的是前后文艺有对比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句型结构 它会while后面接一个子句 接着逗点后面它会出现另外一个子句 而前后子句的文艺是有对比性的 接着我们来看到荧幕上面的蓝色框框 some 还有后半句的others 那some others 用于举例说明 可是所举的例子并不是特定的一群人 或是它特定的事物 那这种非指定性非特定性的这种人事物的举例 我们就会用some others 这种不定代名词 表示有一些 还有一些 接着我们来看到prefer to prefer to在这边表示宁可的意思 那在此处这个prefer to的后面 我们会接原型动词 所以前半句的文艺 虽然有些人他们宁可在压力下很轻易就放弃了 那后面后半句他带出来的文艺 刚好跟前面是相反的 所以他说others have the ability 那还有一些人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 而这样子的能力有两个面向 请同学注意后面的not only but also not only but also 表示不仅 还有 那这边我们注意的是 这个not only but also 后面所放的东西要是同样词性的 所以在前面not only 我们后面放的是不定词的形式 那么的but also 后面也是用不定词to 加上原型动词的形式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萤幕上面特别把这个to圈起来 只要提醒大家 not only a but also b a跟b的词性要是相同的 好那我们来看到文艺的部分 他说有些人有这样子的能力 不仅能够维持一种平衡的心态 state of mind 好那同学可以注意state of mind 他讲的是心态 那在后面文章的部分 他会用另外一种讲法mindset出现 好的那除了这种能力以外 他们还有能力在这种充满压力的状况之下 adapt 还有response 适应以及回应 effectively 有效的 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句 this incredible strength is known a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incredible strength被称为 it's known a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心理任性 到这边他就把文章的主旨 要介绍的主题介绍出来了 我们本课要讲的就是resilience 心理任性 那我们来看到这句里面 beknown as 的用法 能学注意一下 他表示以什么 比什么样子的身份 或是称呼为人所知 那同学可能在考题里面看过喔 他会把这个us改成for来考你 那如果是beknown for something beknown for another thing 那这时候呢for后面所记得会是一个特色 好那因为后面呢这个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心理任性它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称呼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片语所使用的是 it's known as 即使使用us 好那我们接着看到呢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for anyone facing hardships the people of Tromso and Alaska serve as excellent examples which show how to build mental resilience through to key contributing factors a positive mindset and social supports 对于任何面对困难的人 for anyone facing hardships tromso and Alaska 这边的人呢都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他们展现出如何透过两项关键因素 through to key contributing factors 来建立自己的mental strength sorry mental resilience 来建立自己的心理任性 而这两项的这个关键因素呢 就是positive mindset 正向心态 还有social support 社会支持 好那同学也可以注意一下 以整篇文章的篇章结构来讲 第一段最后一句 就是我们刚刚带过的这一句呢 他所介绍的是主旨 主旨句的特色就是他会告诉你 接下来你所读到的主题是什么 还有他将会介绍的内容的简介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make a prediction 我们可以预测接下来我们会探讨 这两项positive mindset 还有呢这个social support 这两项因素呢 是如何成为这种mental resilience 的发展中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所看到的例子呢 就会是tromsoe还有alaska 这两个地区的人们作为例子 好的那我们再看回来呢 这一句的开头 for anyone facing 它是分词片语的一个呈现 那原本句子是for anyone who faces 那记得我们在做分词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的关带会去掉 然后动词 faces面对 如果是主动的话我们就改成ing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说 这边的这个anyone主词怎么没有被去掉呢 那是因为前后的主词是不同的 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主词会被保留下来 那他的文艺就是表示呢 对于任何正在处于难关的人而言 面对难关的人而言 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后半句serve us serve us 它表示呢作为的意思 在这边提到的是这两个地方的人 他们能够作为很棒的例子 excellent examples 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呢 后面这个mental resilience 后面所出现的这个介细词through through在这边表示透过 或是借由 好的这个through 他多半后面会放名词 那同学应该有看过by 表示借由的意思 不过by的话后面多半会出现动名词的形态 好的那我们再看到文艺的部分 他就讲到说呢他们how to build mental resilience through to key contributing factors 例这边讲的是关键 关键的contributing factors 关键的因素所造成的因素 那再来后面提到的a positive mindset 正向心态 还有呢社会支持 social support 第一段的解说先到这边 这边的这个discourse focus which pronouns are used to refer to a group of people that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in paragraph 1 好在这边的discourse呢要问的就是有哪一些这个代名词喔 他用来就是指称呢一群人 或者是一群人事物 但是他并没有特定的很明确指出呢是谁 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some跟others这些不定代名词 用于举例的时候表示有一些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些 有一些就是some 那还有一些就是others 这些调 второй feature